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弱水国际相遇学院的创办人 水若营水水老师 来接受我们任务专访 哈喽老师你好 大家好 老师本人很年轻又很漂亮 是 那想要询问老师 是怎样的起心动念 让你进而创立了弱水国际呢 这个早在十多年前 是 身体那时候就经历一场大病 然后当时并没有 就是有太多的自然医学的一些知识 所以又要很快的做决定 就要进入那个手术的治疗 还有是要打针等等的一些程序 那本身自己的身体是 比较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副作用 所以那造成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然后白天自然就很平均 加上呢就是有影响到就是消化的部分 你自己可以办法好好的吃东西 没有食物 了解 所以你后来发现就整个状态是非常的糟糕 那当初那时候早在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接触一些基础的一些方向疗法 就想说都已经这样呢 就是来试试看 所以就开始调配一些精油 在自己的身上 后来发现说 诶好像晚上可以比较好睡了 然后呢白天就自然就有精神 然后呢加上就是调阶精油在消化道这一块 也有食欲了 对所以就进而觉得说 诶好像开始往好的方向走去这样 所以就觉得说诶那方向疗法这个好像是值得去 深入了解 专研 所以就进而从初阶到高阶这样子 然后还有取得一些相关的国际证兆 除此之外呢 就是开始开启了我对于自然医学这一块的领域这样 然后除了方向疗法之外呢 我还有接触一些就是催眠疗法 还有细胞分子矫正医学 营养学等等的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 疾病的背后的原因呢 不是单一所造成的 就是一定有各个方面的面向 必须要去疗愈 所以就是包含神性这一个 然后呢整个 就是我之前那些经历呀资历呀 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自救的一套 一个一个一个厨房间这样子 就包含神性这些这样子 对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就发现 除了我帮助我自己之外 就是我可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看到我这样的转变 就觉得说哇 好像真的有什么秘诀嘛 所以就纷纷来找我资讯 是 那我就想说 那这样除了帮助我自己 我也可以开始帮助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来创立一个个人品牌 就是 Wellbeing Aroma 就是透过一对一的资讯 去了解你的身心灵的背后的一些 造成你不舒服或造成你情绪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进而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精油的调配 就可以依照他的问题然后去做出一贯适合他的 对对对就是包含情绪面的这一块的调整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原本有些人是重度犹豫 然后吃药吃很凶的 或是失眠 然后吃那个安眠药吃到三颗的那些个案呢 都可以慢慢的从三颗吃到两颗 两颗变成一颗 然后一个到不用吃这样子 或者是呢 有鼻痘炎的患者本来是要开刀的 但是呢经过我的调理之后 就是使用鼻滴油啊 还有一些蒸汽的一些 整体性的一个疗愈 后来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呢 就不用开刀了 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我觉得说 这件事情是可以进行的 对对对 然后呢觉得是可以帮助到人 然后让人们可以就是变得身心更愉悦健康 是 觉得很开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始受邀 企业团体的一些就是讲座的邀约 然后呢每当我们办完讲座之后 就一定会有很多学员来问我们说 是 金油要去哪里买啊 等等之类的问题 那因为一对一的咨询 它touch到的一些人 就是没有这么广泛 对 所以呢后来就想说 那我也讲过这么多场讲座 这样子 那是不是就是把我们亚洲人 一般的日常生活会面临到一些问题 就是把它系统化 依据身体的十大系统去做一个方疗的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品牌 就是大众化的金油的一个教理 这样子 对 比较好选择啊 对对对 就是不需要透过一对一的咨询 但是你要来一对一咨询 也可以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生性害羞啊 等等之类的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 就是制作一个 就算是 呃 成耀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是 啊头痛啊我们就可以用的神经气爽啊 是 等等的 然后所以因此就有一个贝拉尔罗马的一个品牌的产生 这样子 诞生这样子 对然后呢刚好那时候在营运这两个品牌的时候 呃就认识了美国自然医学会的总监莉莉 莉莉王总监 那因为当初除了我有方向疗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背景之外 是 我还有自然医学的这一块的背景 那因为之前我还有去就读世界自然医学大学的那个博士班 是 所以呢这样子 他刚好当初莉莉王他总监他也是希望说把传统的这个方向疗法 大家 那种传统观念是停留在美容按摩 对 这个阶段 他想要把它update 就是升级成这个比较医学级的方向疗法 就融入进去 对 然后呢所以因此他觉得说我跟我的合作伙伴澳花老师呢 他本身就是护理师这样子 他觉得说这样的结合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方向疗法 变得比较就是有医学级的方向疗法这一块 所以那就是邀请我们担任这个美国资源医学会方向照顾法委员会的执行长 然后因此呢我们就开始开设一系列的课程 是 然后呢他也会很 当时他就很鼓励说那我们也可以创办自己的学院 因此呢就是落水国际相遇学院就这样单身 是 就其实也是当初老师也是因为自己的经历 然后竟然想要帮助人 然后才一路创立了 以第一个品牌来第二个品牌到现在落水国际 落水国际其实主要也是帮就是学员们上课 对 那我们的课程会比较跟一般房间不太一样的事 就是一般房间可能就是教你说 比如说今天你头痛就是用什么精油 你失眠就是用什么精油 但是呢这样子感觉都是用背诵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今天又另外遇到一个状况 那你可能没有背到就不知道 没办法应对 对所以呢那我们比较希望是以科学性的方式呢 去告诉大家说 这次精油它因为里面有一些化学结构方向分子 哪些是可以对应到一些系统的一些症状处理 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失眠我们就用真正熏鱼草 那其实真正熏鱼草对于安眠 安抚神经这一块呢 它比较有效的那个分子 其实是瘾酸成香脂 这个类的这个功能 那除了这个真正熏鱼草可以帮助我们失眠 这件事情 其实它有其他的精油啊 比如说佛手肝它里面也有乙酸成香脂这个成分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灵活的运用 而不是用记忆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整套课程也会很注重就是在解剖学的方面 那可是解剖学对一般人而言就会觉得很陌生 对 对但是因为我们是用比较透过白话文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这个身体的结构 是 因为你一定要先了解你身体是怎么运行的 你才知道说那精油是要如何帮助我们 对 然后呢还有包含情绪面 然后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春眠时的一些证书这样 所以我们也会让融入一些香气引导在里面 对就是整个身心灵 然后还包含了一些细胞分子 对角生医学营养学的一些概念 所以呢我们在处理 比如说在处理失眠患者 我们不会只跟他讲说 你就是用精油 我们会从整套 比如说从白天的生活作息给建议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就可以香气就可以直接介入来影响你 洗澡的时候其实很简单 不一定说一定要用什么泡澡啊 就是说你家里没有浴缸化 其实你就是只要第一两滴精油 在你的淋浴间地板上 一两滴就可以 你就让水蒸汽上来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自我疗愈的方式 蒸汽的一个就是可以吸入了 是 那时候神经就可以come down 就是比较安抚这样 然后还包含说 那你是不是可能是有鼻涕倒流啊 引起你的失眠啊 或者是你是因为深层的焦虑 像有些人用真正熏音槽 可能没有什么帮助 那是来自于他的大脑 在白天的时候一时不断的工作 他停不下来 那晚上已经累过头 所以其实要让他强迫关机可能 用野眼草会比真正熏音槽更有效 或者有些人失眠是来自于恐惧 或是担心 就是那种不断的担心烦恼这种 那可能就是比较着重在心灵这一块 可能用苦成液 可能会比真正熏音槽来得更有效 是 像其实去落水上课是 很多层面都可以学习到的 是的 就是包括医学的知识 因为还有上解剖学 让你可以更能运用说 每个精油的成分分析 然后去做配对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 可能不可测的问题会出现 那就可以精油老师的课程 然后这样互相了解 那老师在上次创立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困难的话当然就是在招生这 第一期学员招生这一块 是 对啊 因为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 所以呢 刚开始就是 第一期我记得学员就只有八位 对 然后 但是我们就这样 还是开了这样 是 因为基本上我们教材的成本其实都蛮高的 精油的成本都其实都蛮高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人家就说你们在做善事嘛 但我会觉得说因为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也不会去太计较说有没有就是有利益的这一块 对 但是因为上起来我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第一期的学员就给我们很正面的回馈 因为有些是营养师 那他们就会发现说通常他们给顾客可能吃保健品啊 他会发现说每一个人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说使用精油作为辅助的话 他会发现说透过吸秀或者是精品吸收 他会觉得说来的效果可能会比吃保健品来的更有效 是 所以刚开始就是因为招生的困难 那后来也是因为学员给很好的回馈 然后进而慢慢有更多的介绍进来 然后进而学习 那可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你的经营里面吧 核心里面是什么 经营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品牌这样一路建议起来 我就觉得说就像个小孩这样子 慢慢看他成长 那其实我会希望说来我们学院上课的学员呢 都是我们可以陪伴他一同成长 就无论他来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经历多么不好的 或者是怎样的一些 还有悲痛的过往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透过植物精油的一个疗愈力量 让自己可以找回自己内心的一个 就是松不开或是紧抓不放的一个底 让他们可以松开来换开来之后呢 然后呢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陪伴他们一起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是 应该说经由这个过程 可以学习到更多经由的知识 以及如何帮助人 但是也是认识自己 对对对 对因为你要放松心情 认识自己之后 你做任何事情才会更加顺利跟快乐 是 这也是老师当初创立的这个喜新动念 就是以帮助人为限 一直初衷到现在的不变 那这样来来回回的学员跟客户当中 有没有什么回馈是让你成就感往上跌身呢 我觉得比较令我感动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来的那个学员 大部分其实都是护理师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可以在把他们的所学带进去他们的医院里去做执行 那比如说像在安宁病房的护理师啊 他们就是会使用到精油 然后呢透过一些我们教我们在上课有教的一些M俯处手法这样子 用在一些M俯的病患 那M俯病患其实他们就是疼痛指数都是爆表 对 所以那经过我们这样子精油 然后加上这个辅助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大大的减缓他们的疼痛 以及呢可以帮助他们就是睡眠会好一点这样子 这很大的帮助耶 是啊 就是没想到精油是可以运用在各行各业上都可以提到 包括老师刚说的回馈安宁病房的护理师 以及可能其他的营养师啊或是健身教练等等 其实都是可以运用的 对还有心理治疗师啊 没错没错 就是让人可以达到放松 那进入舒缓他的痛觉 然后他的一些身心灵上的一些困扰 然后可以变得就是整个更开阔 那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快乐很开心的事情 是 那也可以请水水老师跟大家分享 未来输入水国际的短中长期计划吧 好哦 那在短期计划呢就是 我们除了这个国际证书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课程之外 我们还会增加一些单元性的一些居家日常生活的一些小课程 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呢来认识这个方向疗法这样 自然疗法这件事情 是就零基础的也可以去学习 对对对的一定可以的 然后呢在中长城的部分呢 我是希望是可以先打造我们这个方向照护士的一个团队 然后就提供一些线上的服务 这样咨询的服务 跟道府的服务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已经是跟我们的学院很多都是护理师 对 那他们其实是会把这个自然疗法师带进去他们的主流医学里面 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可以 不要再分什么主流跟非主流医学 就是健康整合照护的一个概念 就是以个案为基础这样子 什么方式对他好 就是一起来帮助他 对对对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有成立这个中华亚太方向科技照护整合学会 是 然后呢就透过学会跟学院未来会合作去开设一些就是专家学者的一些讲座 让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认识我们自然疗法这个方向疗法这一部分 就是可以做一个结合 来帮助人们可以身心都可以更好 我很希望未来可以看到这个结合 是啊就是不包括就是主流医学 其实透过经由这些方式可以帮助更多人 以及老师刚刚说的组成一个团队 然后可以再去就是可能各个基金会地方等等的可以去协助他们放松 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那假如有个年轻人跟老师一样 他也想要踏入经疗疗法的这个创业领域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创业都一样啦 就是不一定说就是那个方向疗法 我觉得是在创业过程当中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那就是让你的创业比较不会这么的孤单 孤单啊不是害怕 所以我觉得就是找到对的伙伴就可以让你的创业事半功倍 是就如同老师跟另外一位创办人花花老师一起努力 然后互补然后让落水国际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那其实我之后个人想补充是很感谢就是 实际老师愿意踏入这个领域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原来经由是有很多不同的使用方法 然后透过您的专业知识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 我应该要怎么使用 包括很多学员都是透过上老师的课自己出去创业 对那因为老师其实原本也是自己寻寻就是渐进的这个生活方式 然后最后才是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才开始进了踏入这个创业 其实我是觉得很有勇气的 跟很值得敬佩 就是愿意一路以来然后这样慢慢的成长 包括有第一个品牌第二个到现在落水国际跟花花老师一起 我觉得这是很 我真的很赞赏 就是你愿意把你的专业知识分享出去 你是很不吝啬的 然后也希望以帮助为初心 让更多人都可以知道这个品牌以及怎么样的学习 是非常感谢老师愿意做这样的创业 很感谢你 可以听到老师很精彩的故事 我觉得很感动 就没想到原来每个创业的背后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有这一段小故事都会让我们知道说 更能敬佩每一个老板的付出 是 那我们再次感谢落水国际相遇学院的创办人 水若莹老师来接受我们的参访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